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Kenny雷文 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蔡若翰在星期日也派了不少明星馬上陣 全部都是有些實力 至於跑第五場主席短途獎 蔡若翰做個三叉戟給大家看 有黃蝦王 美麗滿載 還有偏偏的 其實這場馬有很多馬 跑來跑去都是這一堆馬 至於這隻黃蝦王 大家都記得 曾經試過搞長沙出來 但是一好之後 連續都有表現交出 更加是贏過頭馬 表現比較可靠 繼續跑這一場1200米 國際一級賽賽事 蔡若翰拼咪 他說黃蝦王 現在是有機會贏得大賽 這場是國際一級賽 這隻黃蝦王 其實一級賽中 這隻黃蝦王最多 都是跑過位置 至於贏的 都是贏到一班賽 今季只是贏一班賽 在二級賽那裏 只是跑位置 上季就贏過二級賽 但是這次蔡若翰認為 這隻馬是值得贏一級賽 這樣說 這場還要是國際一級賽 聽一下蔡若翰又怎樣 打咪咪說這隻黃蝦王灰蝦 他說現在這隻黃蝦王 狀態是大用的 是有機會贏得這場大賽 這樣說 他說希望在賽日那一天 希望發揮得出色 他再說 他說這隻馬 其實每一場賽事 都交到他自己應該有的水準 不會突然間會失準 蔡若翰就說 希望他有一天 可以憑著這個優點 就可以拿到回報 贏到一級賽 這樣說 其實蔡若翰 蔡若翰對這隻演出穩定的馬 就評價 他根本就不會有太大喜樂 而今季健康踏入正軌以來 這幾個月的表現 他覺得黃蝦王 都是表現強勁的 他就說 今季這隻馬 都出賽了這麼多次 期望他可以在今場賽事 應付土同場的對手的挑戰 直至這個機會 可以贏到這一場大賽 這麼說 至於 莫雷拉仍然都為這隻灰蝦上陣 其實這一次 黃蝦王撿到的當位 就撿到黃金一當 看看怎樣可以和其他對手 展開一場精彩的賽事 莫雷拉打咪又怎麼說呢 他說現在就是一個大好時機 他認為這隻灰蝦已經夠成熟 即是大熟大勇 雖然下一季 有可能這隻灰蝦 仍然有機會問頂大賽的冠軍 但是他說現在這隻馬 都已經是大熟大勇 所以就對這一場 是莫雷拉又覺得是充滿信心的 莫雷拉說的 其實莫雷拉都親自為這隻黃蝦王 試了貨集 跑回來 就剛剛 被阿摩那隻中心勇士過了 即是不夠中心勇士 以第二名過終點 莫雷拉打咪就說 很滿意這隻黃蝦王的試襲表現 他說他給我的感覺 是very good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知道 賽馬場地上 是對一些馬 適不適應到 譬如有些地 黏軟地 適不適應到 都很重要的 根據天氣報告 可能這兩天都有些雨 阿摩就說美麗傳承 中心勇士都可能適應到這些場地 至於莫雷拉 又覺得黃蝦王 若然那天是黏軟地 或者是偏軟 莫雷拉和蔡若翰又怎麼看 這隻黃蝦王的場地適應狀況 莫雷拉就這樣說 他說軟地可能會更加適合這隻馬的發揮 他說他記得有幾次 這隻蝦在偏軟的場地上陣 但是呢 仍然覺得這隻馬在偏軟地上陣的時候 腳步都是很輕盈的 更加是贏馬回來 他說因此來計 就算是下雨 可能反而是會對這隻黃蝦王 更加有利 莫雷拉就是這樣推斷的 至於莲馬斯、蔡若翰、蔡神仙 怎樣認為呢 那麼 蔡神仙就認為呢 黃蝦王適應黏軟的場地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兩個都一致唱好這隻灰蝦 他說他每一次跑這一種 這樣的場地 這隻灰蝦都可以應付自如的 所以蔡若翰認為呢 他都不太擔心這隻灰蝦呢 是適應場地的狀況 而認為這隻馬呢 亦都是狀態大勇的 那麼蔡若翰這一場馬出三隻 而阿摩亦都出兩隻的 那麼上次啊 姚本輝爆了那隻這樣的日日 那隻這樣的奧游戰士 經常讀錯名的這隻馬 這隻奧游戰士呢 今天又撿了個十檔 那麼看一下這一場馬呢 就這樣看下去 那些對手有很多都已經是跑過的 那麼看一下這一場馬 這隻黃蝦王呢 是不是可以計 比喻啊 莫雷拉共和蔡若翰這樣說呢 是大熟大勇敢說的 那麼希望各位投不投這隻黃蝦王的 當然各位師兄都要在牌位之中靠一靠它啦 那麼說開又說啦 那麼說到潘頓那一日 也是惡罵如雲啦 那麼至於高啤新馬房三出三戰這隻福日呢 那麼連續領了三場千二之後呢 會跑六場三班1400 路程上加長200米 究竟加長這200米對這隻福日 究竟行不行 這隻高帕鑫馬房的明星馬 高帕鑫很少馬 又這麼準確 而更加是三戰三折 其實蓮馬斯福高帕鑫 上場贏完馬之後 福日 他也說過 他說他不喜歡太熱 就派一些馬上陣 一早就說已經是打算 再跑多一劑之後 會提早給這隻福日 投鼠 所以他的目標 一早就擺在這一場千四 究竟這一場馬千四 高帕鑫又認為怎麼看 高帕鑫其實上場贏完之後 就已經說這隻馬 若然傳屬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拉到 千六米 他說現在這隻福日 應該是時候 為真情學習 做好一個準備 即是為了真情 去學習一下賽事 他說初次真情跑千四 高帕鑫認為是沒有問題 這麼說 是應沒有問題 高帕鑫是這麼說 我就是這麼讀 至於騎斯潘頓上次 幫這隻福日 就贏了馬 同日那隻福膳 也是起了個同主媽保回來 至於這隻福日 潘頓 對這次跑千四米 拉長二百米又怎麼看 潘頓就覺得是沒有問題 這麼說 他說其實這隻福日 今季出三場贏三場 其實已經是證明了他本身的實力 他說這一隻年輕質身的家夥 其實鬥心就認真是強橫地說 他說在神操的時候 根本入直路 這隻馬都是自動湧上來的 他說再加上 現在這隻馬根本都還在進步 他又覺得 福日的評分 就肯定是有水位的 他說今場 是有機會去全力 去爭四連勝 大家都記得 這隻福日 連續三場贏馬的姿態 都是轉圓彎 就已經 除了巴道騎那場 是後一點要騎下 有兩場 根本是自己按住 聽說賢仔都說 哇 按住都撲上來 這樣 以一個挺空悍的姿態 就是贏馬的 至於這次跑來千四 也是加到他133磅 今天就加了他10磅而出來 再要加成 其實這隻福日 之前跑過三場 那些檔位全部都是撿外檔 今天反為加成 跑千四 就被他撿到一個漂亮檔 撿回三檔 但是就要負重了10磅 暫時看上去的對手 你說側身當起的馬 好像有姚本輝的玩具達人 也是一隻不錯的馬 上次都產了入了Q 至於阿摩也有美麗甜心 還有徐宇石那隻準到無倫的爆蘇 自從撿下去之後都沒有輸過 和莫雷拉也是特別合拍的 仍然還有一隻在文家梁馬房的電子群星 跑完千二 今天又來拉程跑千四 暫時看上去的對手 當然有 但是以福日這隻馬的質素 以及騎煉的訪問 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加成千四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福日的 各位真的要在排位表那裡去量一量 希望各位那一天都贏多一點